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 川普出来演讲了 而且他宣布他要参选2024的总统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 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他应该会宣布参选 只是不知道这么快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 川普整一个演讲的一个最重点要释放出来的信息是什么 川普经常做演讲 但是这次的演讲是意义非凡的演讲 这次的演讲里面给我们这些人传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就先来看说川普这次演讲 他基本上大概都讲了一些啥呢 那他就回顾说他离任之前 他把美国做成什么样 美国那个时候是经济处于史上增长最快的一个状态 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没有通货膨胀 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去加油是多少钱呢 现在是多少钱呢 对不对 他要讲到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的失业率是全美国史上最低 就近年来史上最低的 然后不管是黑人的失业率 拉提纹的失业率 华人的失业率 白人的失业率 大家都有工作 大家都有目标建筑他们的美国梦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美国梦去努力 你有一个这样努力的方向跟努力的平台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说 小孩接触毒品 很多小孩被芬太尼毒死了 但是他说什么 他在那个时候是南部边境有史以来最安全的时候 毒品走私是多年来的最低点 而且那个时候 美国基本上实现了能源独立 而且很快马上就要实现能源垄断 对 Energy Dominance 我们自己不但都够用 而且我们还会用我们的这些能源 让国际价格变得很低 因为我们可以出产超级多的能源 这就是川普那个时候在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 而且不光是这些美国国内的事都搞得好好 他特别厉害的一点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现在存在在世界上的领导人 可以跟他比的 就是外交关系的部分 太强了 记得吗当时的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 全部乖的跟孙子一样 对 金正恩一看到他 Mr.President 中国习近平 总统大人 然后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那时候看普丁跟Joe Biden的会议的时候 普丁就是坐在后面那个 完全不理 对然后这样子 然后Joe Biden就是一个老人痴呆 动都不会动 那川普那个时候 川普是这样子 就看着那个普丁 然后普丁就这样做得规规矩 什么再强的这个强国人 然后什么大国人 全部在他面前就是 对对对对 等于说他的外交关系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美国那个时候创造了世界和平 没有任何的战争 连中东 这个所有西方媒体都说不可能解决的东西 然后开始签和平协议 他把美国大使馆从Tel Aviv搬到耶路撒冷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别人都不会想到 然后别人觉得说 川普只要一上任 就一定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就会引来世界大战 结果没有 他在任的四年 反而是全世界最和平的四年 然后接下来他讲到 就是这两年之后 两年过了 美国变成什么样子 美国简直变成一个烂摊子 没有人在尊重我们了 中国马上开始要飞弹事射 北韩 每两天就给你设两课 俄罗斯马上就侵入乌克兰 国际乱成一团 乱七八糟的 再加上美国的国内 我们现在的边境 是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东西 每天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比每个月出生的婴儿还要多 实在是太可笑了 整个教育 然后什么LGBTQ的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听到那个 美国的足球的国家队 把美国国旗换掉 换成LGBTQ的那个国旗 一切就变得一个很可笑 美国变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每一个人都说美国民主已死 然后美国的这个国家已死 美国文化已死 美国开始堕落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 energy dependent 我们在拜托我们的敌人 卖石油给我们 俄罗斯不卖了 我们跟沙务地阿拉伯 然后沙务地阿拉伯说 我不要我们还去跟伊朗 我们还要去找那个Venezuela 委内瑞拉 就是变成一个很可怜 到处去要饭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的军事也是烂到一个不行 我们随便把一堆枪啊炮啊 这些军事装备丢在阿富汗 他把拜登这两年的政权 拜登做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数落了一遍 然后把这些事实讲得非常清楚 让美国人记得说 两年前我们的生活 跟现在有多大的差别 对 那这一次川普的这个演讲 你会看到 现在的川普 跟2015年的川普 相比起来 非常的不一样 他这一次的演讲 非常的成熟 而且很严谨 他没有给任何的 这些暗示性的 没有那种轻浮的东西 在那个他的演讲里面 这是他讲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非常的明确 他目标明确就是要 重新带领美国回到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gain 而且他不跟全球组织低头 要证明说只有他 才可以带领现在的美国离开 脱离现在的困境 不管是在经济上面 能源上面 军事还是文化 现在美国是处于一个危机当中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都想要掌控美国的人民 然后这次他回到白宫会很不一样 他不会再犯下 跟之前一样的错误 例如保留像说John Bolton 还有Dr. Felge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Rhyno 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他自己的敌人是谁 而且我们的敌人是谁 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些大政府 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些全球的组织 我们的敌人 其实就是我们政府的这些Bureaucracy 这些官僚 那我们接下来会看到 因为川普现在发表 这个其实发表算是很早的 就是中期选举刚刚结束 那我们就会看到在2024 就是接下来到2024这两年的期间 我们就会看到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接下来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共和党的建制派 还有民主党都会大力的推行 共和党内部分裂 在接下来两年 他们一定会大力的去鼓吹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让人觉得说 你看那个川普怎么怎么样 Rondy Sintas会更好 所以更多报纸的版面 会是关于Rondy Sintas比较正面的信息 然后包括川普比较负面的信息 那我们之前也做节目讲过了 川普跟Rondy Sintas 他们现在目前来讲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level的人 你如果想要真的带领现在的美国 只能是川普 Rondy Sintas要等一等 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未来他们会有的一个方向 他们希望的就是共和党的内部去产生分裂 让保守派的民众一起来互相攻击 这个是他们想要的一个东西 会不断的用1月6号的借口来攻击Mega这个运动 让中间选民不敢出来投票给川普 还有就是他们一定会更多的为难川普 以及他的幕僚 以及支持他的人 他们会创造更多的调查 还有更多的法律诉讼来逼迫他 你想想FBI闯到他们家 这种事也干得出来 把他老婆的衣柜打开 然后把里面东西都翻出来 这种事情也干得出来 他们之后还会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因为川普宣布参选了 而且会有更多的 不管是税务上的调查 莫名其妙的 你像他们当时捏造了一个同俄门的东西 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 不光是川普 在川普身边得力的助手 都会遭到这个样子的法律诉讼 而且不光是川普跟川普身边得力的助手 就像生活在美国的保守派 我们也会遭到很多的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川普他宣布要竞选的这件事情 代表了什么 就他现在这个时候发出来 因为没有人这么早 中期选举结束之后 我就说到两年以后的大选 没有人这么早 我觉得最起码还要再等个半年一年的 才会有人去说这个事情 但他这一次的宣布代表了什么 我先出来了对不对 接下来再出来的就是看到我川普 你还要出来跟我斗 几个比较有可能的 然后之前大家都说过就是像我们Ted Cruz 对不对 最近不是也很红吗 然后什么的 Ted Cruz现在基本上不可能了 我觉得在共和党内没有人选他了 因为Ted Cruz出事了 Ted Cruz出了一个大事 他星期一新闻在讲 怎么这样 然后像什么Pompeo 之前不是说什么 如果说川普没有的话 Pompeo怎样怎样 还有什么Mike Pence 他之前的副总统 还有像说Ron DeSantis 你现在你只要出来 你就是说我要跟川普拼一下 我觉得或许我的人气比川普高 第一个你也可以知道说 敌人是谁 我说真的他做出来这个样子的决定 这么早宣布 我们就可以知道Ron DeSantis到底是不是敌人 他到底会不会被建制派收买 然后会不会跟着左派一起去妥协这个东西 因为他现在他是个聪明人 他绝对不会自己单枪匹马的去跟川普单挑 但是如果他被说动了 如果他被捏耳朵 川普就说共和党绝对挺你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好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川普宣布这么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我觉得这个视频是整个川普整个演讲里面最重点 而且是最精华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看川普希望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会不会跟着地下 rot 我们会称呼吞 我们会向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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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面 我们在下一朵会赠的 我们会赏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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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有所在一起之间的 我们会赏得比较大 将其中者 我们会再次加入这个南国的距离 和高达��면 We need everyone involved. We need everyone's help. We need to look out for one another, we need to be friends, and we need every patriot on board. Because this is not just a campaign. This is a quest to save our country. Talking about saving our country. I am asking for your vote I am asking for your support And I am asking for your friendship And your prayers This very incredible But dangerous journey If our movement remains United and confident Then we will shatter the forces Of tyranny and we will unleash The glories of liberty for ourselves And for our children And for generations yet to come America's golden age Is just ahead And together We will make America Powerful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Wealthy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Proud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Glorious again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哎呀 讲的真好 对 Trump 真就是 哎呀 他怎么演讲 他就是站在那 他就是一个超有魅力的人 是 实在是不懂为什么 是 他站在台上 就是很有魅力 对 他坐在那边 跟人家interview 就很容易乱说 所以 我们看完 这样一个视频之后 我们要思考了一个问题 因为Trump 叫我们做事了 他没有叫我们 躺着 然后在那里 刷阴谋论 他叫我们起来做事 他宣布这么早 意义就是在 他在这个演讲里面 说的很清楚 他需要我们 嗯 他要让我们 很早就知道 他要参选的 这样一个信息 因为他需要 美国的每一个爱国者 来配合他的工作 因为他知道 他去竞选 2024的这个东西 离开美国的 这些爱国的人 他一个人 没有办法做到 他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要在 中西选举结束之后 用最快的速度 最早的时间 他就要跟所有人说 我要参选了 请你来帮助我 他在里面 讲得很清楚 请你们来帮助我 我们要一起 才能做到 我一个人 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他要 让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 是开始 行动的时刻了 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 一起来配合他 我们一起来 赢得这一个选举 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从现在 就开始制造我们的一个战略 然后制造我们的一个 社群的一个环境 从现在就开始 我们要为2024的选举铺路 他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起来 不要再睡觉了 你们要赶快起来 因为要知道 选举的获胜 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 这不是川普的胜利 他知道这是美国的胜利 他是知道 所有美国爱国者的 这样一个胜利 这跟他那时候 在讲他提名的时候 是差很多的 提名的时候 他是说 那些人如果赢的话 都是我的胜利 那如果输的话 都不是我的错 这一次他说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我们要赢的话 我们就需要 每一个人 一起来去做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出来帮忙 每一个人都走出去 每一个人都去说出事实 每一个人都来爱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要讨论的是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要如何 跟川普一起通工 我们要如何来配合他 我们一起赢到2024的大选 所以我们要知道 那首先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明确 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要明白 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要赢2024 我觉得这个目的 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对 清楚了目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方向 按照这样一个标杆来直跑 你这样的话 你的眼目不要到处乱转 我们就是要赢 而且呢 要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要忍受一切的苦难 而且要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你要运用你的聪明 你要运用你的智慧去行事 从过去的经历里面 我们要学习 那些曾经使我们跌倒的 那些曾经使我们被左派抓住把柄的 我们在这一次的过程中 就不要再犯 我们只要做一切 对于我们的目的有利的事情 对于我们目的没有利 然后还浪费我们很多时间 很多精力 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了 对 这边我必须要说一个 他其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你看他之前讲的东西 全部都是 你要看2020的选举 然后你要看这样这样这样 你说这个2020年选举 是不是选举舞弊 你承不承认我才是赢的这个东西 他这一次一个字都没有提 因为他知道他的目标是在前方 他有一个新的目标 而且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要我们一起去完成 一起去努力的东西 他不是在叫我们继续往后看 他知道说我们的目标就在前方 而且我们要赢的是未来的胜利 不是在后面一直在那边转漏洞 然后一直在那边跟自己过不去 你要看着前面的标杆直炮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赢2024 那从过去的经历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点 在我们爱国者被兴起了之后 基督徒被兴起了之后 我们看到种种种种事情的发生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学习的 第一点 就是一定要避免被挑拨离间 川普在演讲里面说 我们要与所有的人做朋友 因为我们要达到的是2024 我们要拉的是选票 我们要人投票 我们要鼓动起更多的人投票 我们要鼓动起更多的人 跟我们一起往这一个目的去行事 我们不是说我要与你为敌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那没有好结果的 保守派一盘散沙 所以我们要避免的是 要避免被挑拨离间 你要知道左派跟国外的势力 不惜一切的会向我们进攻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太天真 我们太无邪 我今天想一下我也太天真 我觉得在我们频道下面 有很多留言 你好像觉得这些人怎么油言不尽 都是人类 为什么我们说的话他们听不懂 他们不是听不懂 很多人这些人 他们都不是在美国的 他们不是美国人 他们讲那种话是故意讲的 然后要让我们讲这些话 来什么打倒我们自己的信息 等等等等的 或者那些人一直在说 选择舞弊选择舞弊 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要保守派人什么都不做 这些是我们被人利用的东西 而且是被他们拿来大做文章的东西 那我们要是从过去的经验中 我们要学习到我们未来 要避免再继续踩坑 第一个事我们需要避免的 就是像1月6号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1月6号那天什么都没发生 就是一群很无辜的爱国者 跑到国会里面去转了一圈 但是呢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造成的结果是对我们来讲 非常非常不利的 爱国者至今有多少人 还被关在监狱里面呢 没有办法出来啊 他们还是在监狱里 他们干嘛了 他们又没杀人 又没打人 拿刀拿枪都没有 他们就被关在里面 真的transpassing 通常就是一个take it而已的 就只是给个票 对不应该被关才对 但是他就是被关 对 然后说什么 这是国会殿堂 那奇怪 我三更半夜跑去国家公园 也算是transpassing 那我是不是也要被关 没有 你只会拿到一张take it 然后说你是神经病而已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会造成爱国者被政治迫害了 所以会被一直关在监狱里面 还有呢就造成了无辜的人死去了 Ashley Babbit 对 他死的多莫名其妙啊 对 有个人就莫名其妙朝他打了一枪 结果那个人到现在 没有接受到任何的审判 那个人还是在外面 好好的 杀了一个人 他也没有负任何的责任 那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事实至今日 还是被左派继续的利用 继续的抹黑 而且拿这件事仍然是大做文章 他们在这些所有的主流媒体上面 做的这些去拍的这些影片呢 然后剪接的这些视频 被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会认为说 MAGA是极端好战的分子 他们会真的相信这些东西啊 他们会觉得说 川普是坏人 川普在带领美国走向一个极端的邪恶的道路 然后我们所有这些支持MAGA的爱国者 我们都是坏人 就是这样的 那这些人呢 虽然他们不认同民主党的作为 他们也会觉得说 民主党很坏 怎么会让小孩去变性啊 或者那个油价很高啊 什么等等等等 他们也对民主党做这些事情有顾虑 但是他们也不敢投票给川普 还有共和党人 因为他觉得 川普跟共和党人比民主党更坏 对啊 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些所有发生的东西 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因为明明伤害了我们自己的人 但是给左派却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所以在未来呢 我们要避免此类的事情出现 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要给左派去送子弹 我们也要保护自己的人 不要上圈套 所以我们在未来要防范 要非常有警醒的意识 不管我们去参加任何的行动 可能以后你说在你们的local啊 洛杉矶啊 在哪里 在佛罗里达啊 等等等等 你们有这种 骂尬的这个游行或者什么 或者是说你们还要去国会山庄等等 就未来组织 任何的活动都要提高警惕 你要非常的明确知道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被关的爱国者非常无辜 但是他们做错了一件事 这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其中有FBI的人煽动 他们就相信了那些煽动的话 那些人给开门 他们就真的进去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不管这些人怎么煽动 警醒 不要上当 因为以后这种活动里面 一定会混进来很多的左派 他们一定会让你们去那个 我们要暴乱 鼓吹你们要带枪 然后我们要暴乱 我们现在要开始推翻 那个用人民的力量 拿枪拿炮 去推翻这样的政府 有人说这种话 一定要警惕 一定要小心 而且千万不要上当 开门了 不进去 有人在吵这些事情 不要去随声附和 像那个Ray Abe 到处跟美人讲 国会就在那个啊 什么 that's where the problem is 进去进去 Let's go Let's go 然后跟你一个年轻人讲 那年轻人就开始 晃那个 那个蓝 对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遇到像Ray Abe这样的人 你要去你去啊 对 你去啊 我们在外面 我们奉公守法 我们不想要任何的这个东西 我们想要和平的 正当的赢得选举 我们要求的 只是一个公平的调查而已 对 你不要被这样子的人煽动 不要被这个样子的人 弄到恼羞成怒 然后觉得你好像在 做一个革命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是一定要警醒 千万不要被人引进圈套 周围就像刚才讲的 周围有人叫嚣 不要随声附和 要用你的智慧 还有理智去做事情 要明白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千万不要再被傻傻的 就叫人说 一煽动就煽动起来 敌人一定会侵入内部 去鼓动我们 做这样的事情 要非常的明白 不管是说你以后在 实体的这样的活动里面 还是在线上的活动 所有的活动 一定会侵入内部 去鼓动我们 做这样的事情 那除了这种实体的活动之外 一定要小心什么 小心网路上的人 非常非常小心 网路上的人 我们现在受到 前所未有的 从网上的这种攻击 而且是变换成 我们内部的人 去做的攻击 这些人 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不认识他们 甚至你都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在美国 网路上有很多网红 有很多博主 有很多看起来 非常正义的人 但是说实话 你不认识他们是谁 很多的他们不露脸 很多他们只发文字 很多他们声音也变掉 等等等等都变 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所以不管是说 现在在网上存在的 这些网红博主 还是说未来两年 一定会突然冒出来 一大堆的 这样的网红博主 你要怎么分辨 说他们到底是 好人还是坏人 他们到底是叫你 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你要去分析 他们讲话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会讲 讲很多非常吸引人的新闻 会讲很多 那个说川普太棒了 川普太好了 然后那个 那些很多煽动你的 他们如果讲完了 这些天花乱坠的话之后 他在后面告诉你说 放心 这件事呢 已经胜券在握了 川普已经做成了 Q有一个计划 计划已经在执行当中了 川普现在已经集结军队了 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所有类似的话 他们可能还会编出更多话 但是所有这些话 如果这些话达到的一个目的 是告诉你说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幕后已经全部搞好了 你只要等着就好 如果是这样说的 不管是你在网上看到的公众号 打字的 或者是博主露脸的 不露脸的 或者是你在某一个 telegram的群里面 认识的不认识的 或者是频道下面 评论区的观众 去打这些东西 只要你看到有人 发这个样子东西的人 马上关掉 不要再看 离这样的人越远越好 因为我们要清楚的就是 川普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站起来 必须走出去 我们必须要献上实际的帮忙 因为他需要我们 他没有背后的那些势力 帮他去做这些东西 他有的是我们 我们就是给他铺路的人 他需要我们跟他在一起 所以这些人如果告诉你说 你什么也不用做 一切全都弄好了 那他来的目的 他就是破坏我们的计划 而且这个人 他就是要破坏 麦干运动的人 你根本就不需要 再想任何 不对 或许他是没有 或许 我们也被Q 那时候被Q骗得团团转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在 做节目的时候 也是想说 奇怪 这怎么Q会这个样子 然后那什么大逮捕的时候 然后什么教宗被抓了 又是什么意大利的 哪个卫星 德国的什么东西 然后选票上有浮水印 不用了 只要过了三天之后 那个马上水落石出 然后那个共和党的那个 副总召 Peter Gow还说什么 45天之后 大事发生 加州的共和党总召 对 结果45天之后 就是第46天 就是啥也没发生 所以你知道吗 共和党内部的人 都被这个东西 骗得团团转 更何况是我们呢 但是我们能够 最轻易识别的就是 他告诉你 什么也不要做 我们就会赢 他告诉你 只要上网 动动你的手指 转发转发 就会赢 没有这种事 这样告诉你的人 基本上他们都是 境外势力付款 让他们来冒充 爱国者 来毁坏我们内部的人 你要知道这些人呢 大部分都不在美国的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知道他们是谁 你要明白的是 如果我们不参与 这个事情不可能会成功 美国的反转需要你 川普需要你 而且保守派也需要你 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明白 去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不要再 盲目的崇拜川普 要明白川普传达的理念 跟价值观 这个才是对美国 对川普 对爱国的人 最好的一个帮助 我们要知道 价值观是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说 整个Mega的运动 抵抗的是一个 世界的黑暗势力 真的就是要把 摧毁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然后把美国 变得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然后他们就可以 创造出来一个 全球政府 这个不是Q 这是写在圣经里面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 他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 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为了这个价值观 而奋斗 川普也是为了 这个价值观而奋斗 川普也是为了 这个理念而奋斗 所以说我们要 帮助川普的话 我们不是要崇拜 他这个人 而是我们要跟他一样 一起崇拜 这个样子的价值观 那就是圣经的价值观 西方理念的价值观 我们尊重个人自由 我们尊重美德 我们提倡美德 我们爱护家庭 我们要保护家庭 守护家庭 这个才是对美国好的 这才是对美国有帮助的 不是说 只要川普说什么就好 因为川普 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 他是会说出一些 比较不礼貌的话的 就像我一样 我有时候也会说出一些 很不礼貌的话 对不对 也告诉你 不要盲目崇拜 要崇拜圣经的价值观 反正就是川普没有要我们崇拜他 川普要我们一起爱美国 还有爱美国的价值 川普要我们一起爱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要我们一起 跟他一起 让美国变得再次伟大 这个样子 让美国伟大的方式 绝对不是盲目的崇拜一个偶像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明确目的嘛 那我们要刻苦己心 就是怎么能够付出实际行动的 去赢得2024的这样一个选战 我们要停止 只动嘴不动腿 无意义的马战 我觉得这个是又浪费时间 又浪费精力 还给自己气够呛 结果实际上对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们要是真的要帮助川普 动腿 不要动嘴 然后我们动了腿呢 不光让我们自己身材 变得更苗条 更漂亮 而且我们还能够 赢得2024的大选 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做的 那之后呢 我们的频道也会推出 更多实际上面的活动 朋友们 如果你们在加州 如果你们在洛杉矶 我们以后会有更多实体的聚会 还有活动 敬请期待 欢迎到时候加入我们 我们也会有很多 非常优秀的在2024的候选人 一起 我希望他们能够一起 跟川普赢得2024的选举 哎呀 这实在是太棒了 太值得期待了 而且这次翻转的话 会比2022的还要 就是才刚过这个选举 还要那个 因为这次是有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人带着 你想想看 加州这个地方 其实很多的候选人 都不是说特别的尽如人意 这让很多保守派的选民 很为难 就说 这个 哎呀 这右派的候选人也不怎么样 那我也不能选个左派吧 所以勉为其难 就是按照党派来分 但是 的确是很多候选人 资格不是特别好 就是他们 有的现状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 祷告2024 有更多非常优秀的人 能够出来参与选举 而且是非常棒的基督徒 我们要把现在这些 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去这些 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候选人 要把他们replace掉 然后像说 像You First 这几个这么好的 这几个候选人 我觉得 有川普的这个领导 在前面带领 然后他们去参加什么集会 各方面的 It's going to be a blast It's going to flip the whole thing 我们看到的东西 会是前所未有的翻转 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加油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什么呢 一定要保持信心 而且要保持住我们的气势 最重要的关键一点 就是说 我们不要抓着左派 就一顿乱打 我们要瞄准左派的攻击点 我们从他的攻击点 去进行反击 左派的攻击点 文化 川普其实也一直强调的什么 是文化 川普的演讲里面 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后代 他说我们要提倡这个教育 每个人要去市区里面去做 我们要去教育的层面去做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后代过得好 这个是文化方面的一个传承 所以我们要瞄准 左派的攻击点 去进行一个反击 我觉得这个才是聪明的 你说左派打头 你打脚 那有什么用呢 防也没防处 2024的时候 就又有一批 被左派教育 洗脑长大的小孩 可以投票了 这些小孩呢 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他们没有办法 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然后来去投下正确的票 他们会在学校里面 被什么critical race theory 然后被什么green new deal 然后会觉得说 哎呀世界快要毁了 对不对 我们唯一的方法 唯一解决的方法 就是听AOC的 然后或是听瑞典小女孩的 就是说我们只要把钱全部给她 然后把我妈拿去充工 把我们家产拿去充工 然后大家都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开车 不然他们要就是这个样子 小孩的想法很天真 他们会觉得说 哎呀怎么又要找工作了 工作好困难 然后还要付税 如果说有共产主义的话 政府可以从Amazon这个地方 可以从Elon Musk那边拿到很多钱 然后分给我们 我们就有饭吃了 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小孩会非常的愿意接受共产主义 我最常听到就是 我的小孩很聪明 我的小孩怎么 小孩不是聪明的 小孩如果没有被教育的话 他根本就不可能会是聪明的 他们就不会往该聪明的方向去聪明 他们就会把聪明放在 研究出更多的性别 研究出更多的性向 他们会把那个聪明劲 放在这个东西上面 去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们很多立法院里面 有很多年轻人啊 毕业哈佛大学毕业的 耶鲁大学毕业的 你说这些人学习聪不聪明 能考上那样的学校 他不可能是个傻子 对不对 但是他在干嘛 他所有的立法 就是说吸毒合法化等等 他变成了一个聪明的坏人 这是我们现在教育 带出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些被左派教育洗脑的小孩 可以投票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减少 这样的人投票的票数呢 就是怎么样 让他们能够尽量的投对的一票 一个是去教育你自己的小孩 没错 第二个是你要去传播更多正确的价值观 教会要起来 对 教会的青年团契不可以再什么都不做 不能再教导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这个东西 不能一天到晚就是 是什么大卫跟哥利亚的这个故事 你真的从我女儿现在的幼稚园 还没上幼稚园 我那天他写功课就是David and Goliath 常常你到了高中生 你还是在用David and Goliath 等到大卫有什么感觉 不是 关键他们教导这个故事的方式 只是在非常浅层的表面 对 你要真的教导圣经的真理 就里面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然后最主要是圣经的价值观 不是不只是里面的故事而已 而是要让整个圣经活出来 用你的生命来活出来 然后做给你的孩子看 做给那些年轻人看 然后告诉这些年轻人说 这个世界上是有对错的 这个世界上是有好坏的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要做正义的事情 而且我们要有责任感 我们要是刚强的 我们的责任不是说 Felicia很有钱对不对 Felicia把钱分给我的话 我叫Felicia把钱分给我 所以我很正义 No 正义不是说你立一个法 可以合法的偷别人钱 就叫正义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叫做纳税 纳税就是在偷钱 正义是说你真的要去帮忙 你真的要去帮穷人 你真的要爱那些去受伤的人 所以说教会要唤起 人在心中的这个正直 Integrity 就是没有人在看的时候 你也是要做好事 没有人在看的时候 你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情 而且你要是正直的 我们要把正确的价值观 带给我们的年轻人 让他们不要再软弱 让他们不要再害怕 而且当父母的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 得到他们的call 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知道说 他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他们的人生不是只是 为了上大学脱离父母了之后 就可以乱跟男生上床 乱跟女生上床 可以一天要喝酒 可以吸毒 爸妈都不会知道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有义务 要为他们的人生负责 玩乐是一部分 但是正确的真理 还有是跟对不对得起 他们自己的人生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2024的这一战 教会起着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教会如果继续软弱 说实话 我们不会赢 不可能赢 一定要唤醒教会 不管是说 在看我们节目的 你是教会的牧者也好 或者是你是教会的同工也好 或者是你在教会 现在没有服饰 你只是去聚会也好 不管你是任何年龄层的 像我们刚才 针对年轻人说了很多 因为年轻人现在就是被 主要洗脑攻击的目标群体之一 但是除了年轻人之外 你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没有正确价值观的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有没有太多了 还是非常多 我们很多教会 还是说我们不要再管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再在意这些东西 他们强调圣经真理 但他们却没有教导圣经真理 他们只专注于圣经 但他们却没有活出圣经 所以我们要去唤醒这些的教会 如果你是牧者 请你跟你的牧者朋友们去说 如果你是牧者 请确保你全教会的人都在读圣经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读 然后星期天讲给别人听 对而且读了要确保他们真的在明白 然后要让他们真的知道 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 而且让他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牧羊人 或者是教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唤醒教会 很多不管你是不是牧师也好 你如果要是看到有些教会 没有行在真理里面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大胆的 去用爱心说出诚实话 邀请他们加入我们 让他们明白我们 接下来神在未来的两年 要呼召我们团结起来 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教会好了 社会就会好 教会不好 你不要说社会了 大选经济 没有一样会好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 你有责任 有义务 要站起来去宣讲真理 以及真的身体力行去做这些东西 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话 就会跟上次一样 OK 2016他们川普弄得很好 对不对 四年之后 马上更多小孩毕业了 然后更多左派出来了 就有可能会输掉选举 这个选举 我们如果要一个正直的社会 我们要一个正直的政府的话 这个政府是可以保留的话 我们如果要改变我们的教会 我们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教育的话 我们就是要改变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这就是我们AI News每天要做的使命 对 还有一个就是在未来选举要来的时候 这回我们这个选举深深的参与 我们知道了 在一个选举里面 其实要做的事实在实在是太多了 对吧 如果你要是这个到时候要当义工 你如果要是不知道支持谁 你可以来联络我们 你可以告诉我 你们这个在的方位 你可以去参加某一个非常棒的候选人的义工团 你只要推出一个候选人 要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精力 以及很多的钱 这些东西都要做 对吧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要需要有很多的义工去支持各个非常棒的候选人 然后我们还需要 要有做这个选举懒人包的人 一定要有 因为我们这次发现 就是你哪怕给了他们网站 还是一大堆的人看不懂 所以就是这个懒人包呢 是非常花时间 非常花精力的 但是我们到时候 一定要几天之内 夜以即日的 快速的就把它做出来 这样的话才可以让更多的 还是不了解发生什么的人 让他们可以明白 持守真理的人到底要选择谁 所以非常多非常多的工作 我们将来都要做 所以我们到时候也会在频道里面发布了 需要大家帮忙的 需要大家一起来工作的 我们都会一起讲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要祷告 川普也说了 为我祷告 川普也说 求你们为我祷告 因为他知道 没有祷告 事情成就不了 没有祷告 我们会做得很累 如果我们失去与神的关系的话 你的目标会转移 你的眼目不会定睛 而且你会被所有的事情 你会搞得很烦躁 然后你会失望伤心 要祷告 为了川普祷告 为了川普的家人祷告 为了保守派里面的环境祷告 为你自己祷告 为美国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这次真的是川普 我们之前说 他好像什么大嘴巴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没事干嘛 骂Ron DeSantis 他这次没有 他这次就是明确的目标 而且非常的清楚 你就可以知道 一个人认罪悔改 然后呢 他变得成熟 他讲出来的话 更精彩 而且目标更明确 这个就是我们要 我们的候选人 然后我们要来带领 我们的国家的一个领导人 像他这一次的 这个宣告选举的 这个演说 太棒了 真的是太棒了 他就是一个 没有他不行的一个人 看来 至少目前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就希望 他以后就是永远保持 对 因为你知道 每个人都有短板 每个人都有弱点 如果我们没有弱点的话 我们就是耶稣了 对吧 所以呢 川普的弱点 很明显就是他的嘴巴 保持住 对 就这个 对 我跟你讲 就这个 所向平民 无敌 这管不住 就是给左派送死蛋 对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 需要克服的弱点 川普也有需要克服弱点 那我们当然 要给他祷告 因为我们希望 更多中间派的选民 能够站到我们这边来 可以看到他可爱 而且他 可人的一个一面 对 而且让大家 从所有的 绯闻 还有花边新闻里面 去找到 他这个人真实的 一面 而且让他 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他为美国付出的 而且他的方向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真正爱国的人 只要看到他的方向 一定会去支持他 但是只不过 因为这个 还有左派的造谣 把没有用的东西 都放大了 这个实在是不必要 我们要凝聚力量 就像他讲的 我们要跟大家做朋友 我们要凝聚力量 这样才可以赢得 2024 那不光我们要加油 我相信看完这期节目 你也要跟我们一起来加油了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刚才我们讲的 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去做 但是有一件事 每天都要做 而且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祷告 我们靠着祷告 我们就可以得胜 我们靠着祷告 我们就可以在 撒旦面前夸胜 那非常感谢 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 看看你有什么决心 从今天开始 从这一刻开始 你要为了2024 你要做出你的努力 那我们未来 大家一起合作 不见不散 非常感谢你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